當時國家有下載一個指示 就是說希望給華為有好的晶片可用 所以重新國際還是貶低在生產 講到如果哪天真的所謂的這個 High NA UV也做出來之後 這是屬於國之重保 那中國恐怕短時間無法獲得 只能靠自己來努力研發了 那我認為 以中國目前的培養這個理工人才的 這樣的規模跟這個深度 在這場競賽裡面 輸給美國是沒道理的事情 現在要來聊聊是在EUV的 半導體的這個設備上面 因為這個EUV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荷蘭 我們就來關心 尤其是這個荷蘭最近有一個 新任的總理 這一位是史庫夫 好 畫面上我們看到 在3日正式的宣誓 就任荷蘭的新總理了 好 我們來看到來自於 澎湖博社的報導說 荷蘭的新政府上任之後 他會接下來要面臨的 當然是這些敏感的晶片製造 設備出口的問題 那史庫夫他在受訪時特別提到說 荷蘭跟中國大陸 進行國安相關討論時 必須要非常的謹慎 他強調美國是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他也強調支持北約這一些話 好 特別拿出來強調 美國跟北約的重要性 那他更認為說和中國進行 所有國家安全相關討論時 必須要很謹慎 事實上在荷蘭這個前總理 呂特的領導之下 大家知道之前他一直頂住 來自美國的壓力 幫艾斯莫爾找尋出路 這一位新任總理上去 大家知道他的這個背景 有情報官員還有右翼聯盟出身 會改變之前呂特的做法嗎 在高科技領域他可能接下來會怎麼做 大宗老師怎麼看 對 我覺得目前大家是高度關注 因為這個史庫夫基本上是一個 大家四黨聯盟 所共同 所同意的人選 我們還是要知道這個執政聯盟 最重要的本質是什麼 因為基本上去年年底 荷蘭國會大選是懷爾德斯 那懷爾德斯大家不陌生 因為一直有荷蘭版的川普之稱 看他的造型跟他講話 是極右翼的民粹 代表自由黨 他是第一名 就是在國會大選裡面大勝 但在國會裡面150席裡面 他大概掌握不到40席 所以他勢必要得跟其他的黨派合作 組成這個聯盟 但這一談談了200多天 那最後好不容易在今年5月份 四個政黨包括他自己的自由黨 還有中間偏右的自民黨 新社會契約跟農民 公民 運動 四個黨組成 這就是一個目前來說 使辜負他的權力的基礎 但目前而言已經有個地方比較清楚 但是唯獨不是很明確 就是對中國的態度 他這個講話其實對荷蘭來講 並不會陌生 講到國安對中國大陸要保持謹慎 要非常小心翼翼 這個是在預期之中 他比較明顯的地方是 第一個是嚴格的難民政策 移民政策這是確定的 第二個是已經不是那麼注重氣候變遷 這個議題 他說氣候變遷今天很簡單的重要 但如果推不動 我們未必要如此去推 要有些替代方案 那其他就是一些勞工的政策 但對中國政策而言 目前這位史庫夫他的公開講話 其實非常的有限 但他的背景也許可以提供一個 參考的坐標 就是他的確他擔任過 國家安全反恐協調員 這個情報安全總局局長 在司法部工作 這是我們所得到的訊息 我會覺得說 他可能不會像呂赫執政時期 這麼的能夠挺住美國的壓力 因為呂赫很特別 呂赫是執政13年 適度擔任荷蘭總理 任期最長的首相 他在2013年的首度訪中 他卸任之前 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節目中應該也討論過 2024年3月份 採訪中國大陸 兩個人見面 兩個人見面 而且習近平說 你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要緩解雙方的經貿緊張關係 當然對北京來說 他拉攏呂赫 但呂赫的任期其實是倒數計時 我覺得新的這個首相史庫夫 他未必會像執政的這個 14年的領和 他能夠在佔據一個比較符合 他認為的荷蘭最有力的位置 一方面其實 埃斯摩爾當然已經 對中國大陸設下一些限制 但另外一方面 其實埃斯摩爾 在過去幾年當中 他並沒有 荷蘭並沒有完完全全 按照美國的擺佈 或是美國的壓力 百分之百配合 他有取得他中間最有力的位置 但是目前的史庫夫 我覺得他可能就未必 他有可能在光譜上 更往美國靠臨一些些 因為呂赫到這個史庫夫 在對北約毫無保留支持 這是沒有特別的地方 支持俄烏戰爭的烏克蘭 譴責普廷 這個本來就是 過去的呂赫的政策 所以呂赫現在會做什麼 他下一步就是北約運輸長 一人競選 大國都支持 但是這位史庫夫 我覺得他可能在光譜上 會更往美國靠攏一些一些 這是目前所能知道的 因為他相關的講話 目前來說並不多 我們只能從旁敲側擊 做一個最基礎判斷 來做日後的一個比較 也許要更精準的觀察 需要更多的時間 好 史庫夫 現在看起來可能對中的方面 因為現在得到消息比較少 但是看起來可能會 稍稍偏一點點 是大家可能在看的 我們也來關心說 那史庫夫上任之後 接下來這個光刻機的部分 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因為在大陸都沒有辦法 進口光刻機EUV的時候 這個時候艾斯莫爾就放出消息了 他們說呢 我們要在2030年推出 針對1奈米以下製程的 Hyper-MA極子外光機 好 這個呢 是半導體產業賣入 埃米時代的必要設備 一台藥價不得了 7.24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237億元 這麼高的一個價格 朝鮮日報就做了一個分析說 這個這麼高的一個生產成本 恐怕 接下來連台積電的三星 都會非常的卻步了 好 台積電過去呢 其實我們也知道 它引用的是EUV設備的速度 也比三星還要晚 主要是因為台積電用了這個設備 是升級多圖暗化的這個技術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來看 大陸的半導體 之前都說我們要設定框架 是要拿到這個EUV 但是似乎從歷史上的脈絡來看 不一定一定要用EUV 接下來華為在上海設 這個研發中心建造 到底能不能走自己的一條路 還是要依循當初所設下說 一定要用EUV這樣的框架來走 委員怎麼看 目前為止當然是 以EUV比較成熟的設備 因為EUV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用極紫外光 它那個波長非常非常的短 第二個用靜潤式的 就是說它的顯影在鏡頭跟晶片中間 是有水液體在中間 我講過就是說像我們筷子 有一半放在水裡面折射起來 可是看到水中的會放大 它是用這種概念在製造晶片 它的機器的確是目前是世界第一流的 中國在這方面也在極起直追 希望能夠做出比較好的DUV 進而到EUV 艾斯莫還在推進到 所謂Hyper-MA的極紫外光 這一款機器是目前世界上 還沒有人運用過 原因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市場在哪裡還不曉得 它號稱是在1奈米以下 所以大家目前還在AI鏡面 工化面大部分都用個3奈米 都已經很足夠了 那光科技這個領域 中國後來能不能居上 現在正在努力當中 我們不宜去做過多的揣測 但是導致中國對日本的Canon公司的 奈米押韻機是滿有興趣的 因為奈米押韻機 它的成本只有光科技的十分之一 那同時呢 它這一款2奈米的這個 奈米押韻機可以做到 這個2D跟3D的這個陷入圖 那如果能夠這個順利的投產的話 那也是一場革命 因為相對光科技便宜很多 那中國有沒有開發出其他新的圖性 有的就是清華大學 就像剛才莊教授講的 還是要靠預留大學之後 後面做基礎研究去撐著 清華大學有出了一款 是所謂的用從光電技術去規劃出來的 那目前還在實驗室階段 那號稱在實驗室已經成功了 我們期待它有一天商業化能夠成功 那這樣清華大學也可以靠這個 在這個收入方面 有所增長 那這個是一個競爭的時代 大家在應用這個科學 在基礎科學 在科技工程 尤其在科技工程上面 當然競爭都非常激烈 那我認為以中國目前的 培養這個理工人才的這樣的規模 跟這個深度 在這場競賽裡面輸給美國 是沒道理的事情 我認為 我不敢講說一定會贏 但至少可以並駕齊驅 好 在半導體領域發展 剛剛特別提到說 可以用極子外光機 或者是淨潤式 所以我們就特別來 再聊這個淨潤式的部分 這一位是這個當初一手 將摩爾定律推進第六代的 這個淨潤式圍影之父 這一位是清華 清大的半導體學院的院長林本堅 他特別強調說 淨潤DUV的技術 可以實現六倍圖案化 但是他也特別提到 這個是確實是比較耗時 而且成本比較高 好 我們持續來看說 辦法挑戰都在眼前了 華為中心有辦法 接下來我們透過DUV 繼續在先進製程來工程掠地嗎 老師 因為這是很專業的問題 我在出發前 還特別跟我一個家人 在護國神山擔任 研畫部門主管的隊伍 才敢下初步結論 事實上 剛剛主任講的那個 林本堅老師講的 沒有錯 相較於我們剛剛 第一個討論題 剛剛講的AI產業 中國一片光明 但在這個晶圓製作 中國就比較暗淡 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起步太晚 台灣早在1970年代 孫運璇擔任經濟部長的時候 就延攬張宗謀 那時候是通用儀器的高階幹部 回來主持所謂的 我們台灣的工研院 在新竹工研院 跟河南的廠商 合作生產機體電路 慢慢進入了晶片晶圓代工的產業 可是中國一直到1980年代 改革開放以後 才慢慢進入這個路子 所以真的就差了十幾年 另外一方面 中國有新發展的時候 又受到國際制裁 美國要卡脖子 像艾茨默ASML的光刻機 不賣給你 最重要一點是 它無法參與國際合作 以護國神山台積電 它做了這個 所謂的三奈米製程的這個精源 還是要講究國際合作 跟荷蘭、德國、美國、日本合作 有的國家負責提供材料 有的國家生產機台 有的國家負責生產製作 有的國家負責寫模擬運算的軟體 因為無法國際合作 所以中國自己要搞的 就非常辛苦 其實剛剛蔡委員也有講到 在實驗室做得出來 是一種意義 能夠投產運用 又是另外一種意義 那我們把目前中國的一個 經營產業發展做簡單歸納 14到16奈米這個製程 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 就算糧率沒有 所謂糧率就是糧品的比率 比如說你做100個有80個合用 糧率大概就五分之四 百分之八十 糧率雖然沒有外國那麼高 也有台積電在藍金的廠 可以協助生產 這一點是OK的 絕對自給自足 但如果到7奈米階段 因為中國只有前一個世代的DUV 並沒有最新的EUV可以做 所以勉強透過這種 多重曝光顯影的方式 做到的話 一來時間都很長 二來成本比較高 三來糧率也低 也就是CP值比較低 所以勉強做得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華為國際有7奈米的晶片 華為可以用7奈米晶片 可以用讓它手機賣得下下叫 但是中芯國際沒有賺到什麼錢 到底就在這裡 那如果到另外近一個階段 3到5奈米階段 估計目前中國在實驗室 是有這樣的一個實力 但是大國有常常看不到可能 那因為中國國際畢竟雄厚 在專業人才方面 又有不少奇葩 所以短時間是有可能趕上 但是趕上之後呢 有可能已經進展到 1.4奈米到1奈米了 又變成另外一道鴻溝了 所以我們就現在來看呢 還在小步快跑 雲頭趕上的階段 但是因為呢 當時啊 國家有下載一個指示 就是說 希望啊 給華為有好的晶片可用 所以中芯國際還是貶低在生產 那當然這個 剛剛蔡文講到了 如果哪天真的 所謂的這個 High NA UV也做出來之後 那又變成麵粉價 那目前的報價大概介於3億到7億之間 而且體積非常龐大 這個相當於要試駕 博雲77的貨機才有辦法載運得完 那有朋友在那邊服務都說 他們操作的是比那個F35F2更貴的一個設備 比引擎動機還貴的設備 所以這是屬於國之重保 那中國恐怕短時間無法獲得 只能靠自己來努力研發了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自己發展最重點之一 就是這個光刻機的部分 EUV現在看起來 連荷蘭商都自己感受到壓力非常大了 我們持續來關心 剛剛提到林本堅嘛 他也提到說 當年艾斯摩爾的前總裁 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決心跟眼光 和今天他覺得 和大陸產業界的狀況 其實是可以適用的 怎麼說我們也來看到 產業鏈人士現在透露 目前揮達高階晶片 還是各大企業在中國大陸的首選 但是廠商也都在嘗試自己 用用看我們自己國產的GPU 那會不會大量採購揮達 降歸後的這個中國特工版本的H20 也得看接下來國產晶片 綜合的效用 目前呢 根據了解 華為升騰910晶片 量率只有20%左右而已 但是廠商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還是堅持啊 H20他說需求不大 主要就是因為他認為 這個性價比還是不夠大 因此國產晶片 也是目前廠商的一個選擇之一 看得出來現在即便是揮達 也不一定在中國大陸吃得開了 大陸的產業界現在表示 願意等國產 不是只有在我們看到的供應端而已 需求端說也願意等 怎麼態度上現在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轉變 借大家實質問可看 對大陸的這個財經雜誌 對這個問題做過一個分析 現在大家都比較引用這個分析 所以主要大陸現在這個 就是應用這個GPU 比較多的這些廠商 他們手上囤積了很多 這個揮達的這個H100 H200這些 GPU的先進晶片 所以他們目前並沒有 這個產生這些嚴重 這個供不應求的問題 所以這個H20 也就是揮達特別為中國大陸的廠商 生產的這一台特供晶片 特供GPU 那麼他揮達說 我這一款為中國特別設計的GPU 是可以通過美國商務部 對中國大陸高端科技 科技以及高端晶片的各種限制 你限制在這個水準 這個H20從你這個水準下面過 所以美國的商務部 是同意賣這一款的 那問題這一款大陸的廠商 拿來試用以後 說他的這個跟這個H100 尤其是不要說H200 H100性能差距太大 算力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 就變成他們覺得這個性價比太差 那所以呢 跟中國大陸的這個華為的這個 這個升騰910 這款大陸國產的這個GPU晶片來講的話 那麼這個H200它的定價 還比華為還要低低10% 所以呢就變成就是說性價比不好 所以呢中國廠商就不願意用 那所以說華為雖然現在這個 進入量產的階段 它目前的傳說是良率還在克服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款晶片拿出來 這種所謂良品出來的話 它的性價比它的算力 那麼雖然它的價錢要比這個 這個NVR這個H20特供晶片要貴 那中國廠商都寧願用這個 這個華為的晶片 還不願意買H20 另外現在買H20的很多 就是中國大陸國營企業有在買 那麼可是呢 因為中國大陸也在推一個芯片 國產化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這個核心處理器的話 如果說是美國的話 你可能會產生泄密的問題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被美國這些 這些間諜事件 也真的已經有一點點 有怎麼講呢 有一點點這個草木皆兵 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 所以也在推動用中國芯片 尤其有關這些 國家機密的部分 或者比較敏感的這些金融業 他們寧願用中國國產的芯片 也不願意用美國的芯片 所以這些問題綜合起來 這個感覺上這個NVIDIA 雖然是這個所謂的AI晶片的 這個世界上第一名的廠商 可是在中國大陸 它推幻這個H20特供晶片 好像並不受市場的代見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造成中國廠商很多說 那我們寧願再等 那麼希望這個國產的晶片 在很短的時間上 能夠大量的供應 然後它的性價比起碼要超過H20 這個美國的這個舶來品 所以呢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反而對中國大陸的廠商 不只是華為 在這個AI晶片這個部分 正在努力的廠商 等於說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激勵 也就是說這個中國的廠商 願意為自己的國產品 那麼先免受益在審 這個就是支持國產品 那當然是主客團條件造成的 不過也我覺得也會加速中國 尤其是不只是華為 還有其他的相關廠商 在研發這個 這個開發AI晶片的廠商 那麼促使他們加速研發 加速推出新產品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誘因 好現在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 從政府一直到企業到 甚至是客戶都在努力的致力 要支持整個國產化的發展 我們一起來看到 那在這個同時 目前美國跟這個荷蘭商的態度 這是來自於荷蘭的 萊頓亞洲中心 他說美國上來是全球科技的龍頭 但是美國在尖端晶片 還是相當依賴亞洲還有歐洲 這個是美國不樂見的 他們會想要打破局面 因此他們會阻止艾斯摩爾出口EUV 到中國大陸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 在美方的鑑定之下 台積電的研發六旗市 中芯國際的聯合首席執行官 梁孟松仍然是成功的創造了 在7奈米與產能上面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們看到艾斯摩爾其實跟中方 並不是敵對關係 但是有了美方的介入就變得比較複雜了 把餅都給做小了 接下來艾斯摩爾會如何恢復 和中方的出口活動 或者說整個技術上面的支援 雲中老師 其實歐洲一向都會有一個態度 比如說這次限制這個阿斯摩爾 它的一個出口跟技術的輸出 那是說美國的安全問題 但是荷蘭他可能會這樣講 那是你美國的安全問題 不是我的安全問題 而且荷蘭跟台灣的情況不一樣 因為台灣很靠近大陸 那荷蘭其實它也是距離蠻遙遠 但是我個人是這樣子認為 它其實現在是有更深層次的煩惱 倒不是說這個是否對中方的出口 跟技術的支援 因為其實有一個有趣的比喻 就是這樣講 那個光刻技術 它是跟芯片 它好像是說把一個 一顆米粒上去用 刻上一個清明上河土 到這麼精密的一個技術 但即使是這樣的技術 不是除了荷蘭 日本的Canon它也能做 所以荷蘭它一個深層的憂慮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芯片越做越小 但是以一個物理的原則 它不可能再小了 也就是說其實荷蘭 它也會 它也就像它的那個 防止那個海洋 這個侵擾它的國土的那樣子的 一些防洪技術 它從一個科學角度 它也知道它自己 不可能一直稱霸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是 它反而不是說 因為真的如果按照 我們剛才這些資訊跟分析 你是不得不跟中國合作 但是他們現在最煩惱 倒不是這樣子一個問題 他們反而是看到說 美國藉由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它反而連荷蘭都把它對付在裡頭 等於是有點想借這個機會 讓荷蘭自己也感覺到 是不是我這個獨佔市場 會被你們美國人取消 所以這是它一個更長遠 更深層的煩惱 其實回到一個科技的 這個為什麼 連同我們第一階段討論這個問題 真的是不要太多的政治 還是回到一個科學 跟經濟發展的規律 我覺得荷蘭人它作為 在歐洲一個地處 以它的歷史來講 他們地處很多列強環式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歷史遭遇 他們應該是把這些問題想得很清楚 而不是僅限在說 是否給中國 或給大陸多少技術或是出口 他們想的是更深層更高層次的問題 是好 產業發展的同時 我們繼續幫允中老師補充 請教委員您如何看 那剛剛特別提到梁孟松 他未來的角色 在半導體上面 對於中國大陸的角色來說的重要性 梁孟松這個人我是非常的欽佩 欽佩的除了他在半導體科技界 很務實的貢獻 他不是那種理論的發明者 但是他是我所講的 我所看過非常非常優秀的科技工程師 就是他有辦法去把理論 跟實際上去做出來理論要的結果 這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說 中國大陸目前用DUV 要做出10奈米以下的晶片 是相當的困難 可是他能夠在製程裡面去優化 最後結果把它做出來 雖然到目前為止有人講說 他的7奈米的技術 本身量率還沒有辦法到達台積電的水平 可是已經到達市場可以接受的水平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作品 那未來他會直接來攻堅什麼 攻堅無奈米的技術 這個基本上大家也毫不懷疑他能夠做得到 尤其他到了中國大陸以後 提拔了一票很年輕的科技工程師 聽說平均年齡根本就40歲左右 這個年齡層是最有創造力的 然後因為早年年紀比較大的 大陸的這些教育比較沒有去培養 那種有關於半導體製造技術專門人才 所以他從根做起 這一點他對整個中國大陸的貢獻 是無與倫比的 尤其是他第二個讓我欽佩的是 他本來是接受三星邀請 叫替三星做 三星開給他的是一年500萬美金的年薪 一年500萬美金的年薪 那結果後來他接受了 中國大陸中芯國際的邀請 一年給多少 20萬美金的邀請 差距這麼大 讓他覺得祖國需要他 他就跑回去了 那當然後來中芯國際做起來 也稍微補償他一點 不過南電的股票 還是不能跟三星的待遇比 所以這種人 不是以利益為前提 要不然他今天在台積電的話 待遇更好啊 可是他能夠為他心中的中國 去創造一個半導體的科技的新境界 這種人我們永遠應該把他視為民族英雄 好這一節產業消息 我們來趕快關心的是 美中晶片戰火燃燒 現在中國大陸的方面 跟西方陣營出現了一個 最新最新的一個競爭態勢 往3奈米再往2奈米 甚至往1奈米的方向 要來做全新的一個大PK 我們來看到 這是來自於大陸科技大廠華為 他靠著和中芯國際所做的合作 在去年推出搭載7奈米的MAT60高階手機之後 3月現在再傳出了要往5奈米來前進 而市場也在爆出 華為接下來 他的目標是要往3奈米來做前進 而且是不受限於艾斯摩爾的先進曝光機的 這回採用的是DUV的設備 而且是使用的是多重圖案化的技術 來做生產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重複重複再曝光 好 接下來我們也來看說 另外一頭同樣要往先進製成努力的 還有美商英特爾了 好 根據德國媒體做的報導 現在英特爾在位在德國的 馬德堡近郊 兩個廠也在力拼的是 1.4 哇這個已經大幅的往1.4奈米去走了 甚至還有1奈米製成的晶片要來做發展 但是到底順不順利 這個都還很難說 另外一頭是來自於韓國媒體的報導 台積電的總裁魏哲佳近期 它前往歐洲是密防了艾斯莫爾荷蘭總部 那都反映出了現在台積電 英特爾3奈米還有三星的2奈米以下的 超先進製成的競賽已經正式開打了 今天我們要特別帶您來關注說 哪個國家有機會走在最前面 中國大陸在未來半導體領域 扮演什麼樣的重要角色 我們先來看華為今年是否 到底有沒有可能做出3奈米製成 會靠什麼技術 梁綠一直都是我們在討論的有沒有解 委員怎麼看 3奈米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上次這個中心替華為打造出來的是7奈米 你知道7奈米要跳到3奈米 是很大的一個跳躍 所以不曉得 但是華為是大家被認為是常常創造奇蹟的公司 所以它究竟有沒有辦法彎到超車 這個突然間從7奈米跳到3奈米 我只能說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它如果成功了 那當然就是個奇蹟 因為它做這個7奈米出來的時候 這個晶片出來的時候 已經把它嚇了一大跳了 可是後來大家慢慢了解說 這個其實是在這個7奈米 這個美國的禁令 大概是2020年下的禁令以前 大概他們就去買了 買了這個埃斯摩爾的這個設備 還有那個Applied Materials 大概叫做印材 對 還有加上還有一家叫做柯林研發 他就先買了他們的東西 而且他也使用了大量的工程師 這些公司裡面的工程師 因為他們要去做一些售貨的服務等等 所以這個讓它搶了先機 就是說他們覺得這個美國會管制 所以他們就先下手 那真正的出口令是2022年10月下來了 那2022年前它就訂了好多好多 那以後還有沒有辦法繼續使用這些設備 我看不太容易 2023年的10月就7年10 這個11月的時候 這個Applied Materials這家公司 他涉嫌出口中心半導體的設備 就把他的獻祭的一些的設備 賣給這個中心這個半導體 結果美國司法部再進行調查 然後現在的很多人員 像美國級的人員 埃斯摩爾就說你們就要回去了 你要回去 那荷蘭級的 什麼日本的 韓國的可能還留下來在那邊工作 但是這個慢慢都會越來越嚴 所以你想發展做任何事都一樣 一個就是設備 一個就是人才 設備 先進的設備被你給斷了 人才又被你管制了 那你沒有先進的設備 沒有先進的人才 那你要怎麼憑空 從7奈米跳到3奈米 我不是說絕對不可能 我只是說如果做成功了 那就是另外一個奇蹟 那很多人真的很佩服 那華為多的是錢 也多的是人 中心也是 那中國大陸多的是意志力 政府的權力的支持 但是即使這樣子 7奈米到3奈米 我再講一次是很大的一個距離 這個是一步就可以到達嗎 我是有點懷疑 是 同樣一個問題 將軍 我認為的話是時間 問題只是時間要比較長 比較久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台積電 在大陸南京 江蘇南京也是設廠商那邊 會不會從那邊有一些 弄到一些東西 我認為不要去完完全全排除 中共在這一方面 它會有隱而不宣的技巧 也有沒有我們也很難去說 那最起碼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最近有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包含AI 我們可以看到 機器狗跑出來打仗了 還有無人機一下 想不到它無人機滿天飛 那我認為中國大陸它有三個優勢 想要從這個7奈米突破 然後變成3奈米 它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我們知道它的基礎科學 中國大陸的基礎科學 它的籌碼多 它很重視基礎科學的教育 跟人才的培養 還有金錢的投資 我認為它在這一方面 它是有它的積極性 第二個 它的對人才的投資 它不吝嗇 那人才是科技研發的根本 那我們看華為 它不管是物理學家 化學家 數學家 2000多位專門做這個研究 不做生產 只要你研發就可以了 那2000多位 那它如果是 至重點在 從7奈米變5奈米 到變成3奈米 它如果至重點 那會形成一個 一個重點成就就會出來 因為它至重點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它 它有這個兩大優勢 第三大優勢 我認為它的市場大 市場大如果研發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在內需上 產生重大的這方面的利得 那它這樣子 何樂不為 我有那麼大的市場 那麼大的市場 那麼大的商機 就是我非常大的企業吸引力 那我就要更多的投資 我一旦投資成功之後 整個大陸晶片的市場 甚至海外的市場 是不是就過來 我們現在看台積電 台積電在大陸的市場 台積電在外銷到美國 佔68% 但是以前的外銷貿易額 對中國大陸是20% 因為貿易戰 因為科技戰 跟智慧財產之戰 現在台積電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只剩下12% 有20%變成12% 我們可以知道 有這方面的影響 你不是在江蘇有設廠嗎 還是有這方面的影響 是有一些影響 會讓中國大陸 這個三奈米的基礎 會向後延大 向後成功 但是要成功 我認為只是時間 向後遞延 這個趨勢 這個潮流 我認為還是朝這方面走 目前來看 好 華為 往3奈米持續的前進 看起來 還是有它的機會在 另外幾家公司 剛剛提到台積電 英特爾三星 都在拼2奈米 誰比較有機會 大使怎麼看 目前看起來 當然那個 不是說台積電 當然我們按照台灣的立場 我們希望幫台積電加油了 台積電的確做得很好 但是我先談那一百兩家 一個美國的英特爾 一個是韓國的三星 他們這兩家 當然都是一大公認的 是台積電 在目前台面上 在世界科技 AI或是半導體 晶片的市場裡面 是兩大主要的勁敵了 但是英特爾之前 英特爾還比較謙虛了 三星是一直喊得很難大 先談英特爾 英特爾 其實英特爾的總裁 叫Gessinger Gessinger在兩三年前 他就說在公開會 他說他承認了 他犯了一個錯誤 他說台積電沒有犯錯誤 他犯了什麼錯誤 他說很少美國人 會承認犯錯誤 他說當時他反對使用 荷蘭ASMR的這種 EUV的這種圍影的設備 那台積電使用 他覺得很好強 說我不用 後來證明說 我也是個錯誤 他公開承認是個錯誤 之外 英特爾 當他們有美國政府的 後面支撐他了 美國政府現在要 要抵制這個華為也好 或者是抵制這個 暗中的在 能夠讓台積電 不會那麼 他會支持就是英特爾 全美國看起來 在這個 這個Semiconductor 或者Chips這個產業方面 只有英特爾 是還可以值得 是可以一拼的 所以英特爾目前 希望後面追 但是英特爾 英特爾有個很大的 一個短板的 它很難量產 它沒辦法量產 這個它輸給台積電很多 好 其實在談到這個三星 那三星其實它是權力 它開始的時候 它也要跟這個 這個韓國的民主性很強 很強盛 它認為說好像 不能讓台灣的這個台積電 一直走在前頭 韓國要拼 可是三星在開始 他們說 有政府的支撐 他說2025年 之前它宣稱要投入二奈米的 這個行動 可是到了現在 目前它那個量率很差 這是目前是這個三星 最大的一個缺點 那麼它還說 我們要能夠 不但是生產二奈米 我們可以去有這個能力 同時要試著生產來 1.4奈米 所以彎道超車了 但是呢 是不是能做到 現在還不曉得 那麼當然最近呢 這個三星呢 它跟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廠 一個AI的新創公司 叫PFN的訂單 跟日本合作 想跟日本合作 但是呢 目前呢 還是充滿了很多的變數 所以總的來講呢 跟三星也好 跟這個英特爾也好 當然台積電 目前 我就更覺得最大的 這個佩服 台積電就是 它不認為是這個 恃寵而交 它一直保持一個 一種違紀的一種 一種心態 像那個這個 這個魏哲嘉呢 他自認為說 他之前 他曾經說 我們三奈米呢 我們是比那個英特爾 或者這個 我們現在比它 18A更好 所以這個台積電 它的哲學呢 在當初 從創辦人 張忠謀開始 他就說 我們不跟客戶來 去競爭這個信念 他是默默地做 然後一步一步 很踏實地做 然後分散各地市場 然後他們 另外這兩家 三星跟英特爾 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他們把這晶片的工廠 它不拆開 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 那台積電是 並沒有這樣做的 剛剛兩位有提到說 其實在這個 晶片產業裡面的 你的設計人才 跟製造人才 是兩碼式的 要求的人才的條件 也不一樣 所以因此 三星跟英特爾 在這個人才的 這種吸引方面 會善用 它的人才方面 比不上這個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 這兩家 在可見的未來 連那個 連那個 這個韓國都講 韓國說 他們大概落後 台積電 起碼他私下說 大概至少有兩年了 但是未來 我覺得是台積電的 題外化 台積電可能要注意的 可能的進選 的那個對手 不是三星也不是英特爾 可是就是剛剛提到的 大陸的中心 我還是想要 繼續請教上智哥 就是中東這個國家 以AI的這個技術 晶片的發展 到底到哪裡了 中國大陸會需要 跟它來買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中東國家 我比較看的沒有像 永明老師剛剛提到的部分 以色列當然是 毫無疑問的 是它的技術 或包括它的生產 是最頂尖 對 但我看跟主要科 中國大陸當中關係 更緊密的 毫無疑問還是阿拉伯國家 那我認為阿拉伯國家 當中是這樣 我剛剛的重點 在阿拉伯國家 特別是在穆斯林方面 跟穆斯林基金這裡的 我要講的部分是 特別是現在很多中東國家 比如說包括像杜拜等等 我認為他們歷經了一些 這個國家的轉型 早前他們設定是觀光旅遊 各方面在這樣子 大概在20多年前 已經開始在持續的推動建設 但是他們很快的發現 特別是在疫情 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 整個隊包括杜拜在內 對阿拉伯國家的這些觀光旅 都影響的衝擊還是在的 所以他們開始國家建設 有很大的導向變化 比如說它更朝向金融中心 他們想要建立自己在中東 特別是阿拉伯國家 自己的金融中心 發展裡面的股市 所以在這方面 更多需要應用到 包括Fintech 包括相關的配套建設 要用的東西 就不是觀光旅遊 那些貿易交易的這個東西 更朝向尖端運算 包括算力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是整個 中東國家 或是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國家 當中 大家群起開始關注這一點 而且雖然在應用上 可能沒有像 在阿拉伯國家裡頭 因為它的貧富差距 時時落差還是大的 而且有些人過了生活當中 比較感官式的 所以可能在 你說真的要拼比國力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不見得可能是 我們所想像當中的 絕對的國力 絕對的軍事力 但是整個國家程序的 現在進入了 AI應用的發展 我們知道 穆斯林國家他們很有錢 那些有錢的法官貴族 他們用的東西也都要最好的 像我聽說 先前那個 包括這個 日本的那些最新型的機器人 都還沒有上市 阿拉伯國家他們裡頭很多人 他們就自己 預自己訂了很多機器人 在家裡服務 所以這個部分的需求 我相信也是對於 包括像AI晶片需求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推力 好 謝謝謝上資格 好 除了中國大陸 可能向海外來進口晶片之外 當然了 中國大陸政府這幾年 就是在力推它的晶片自主 國產化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政府最新呢 推出了一個 非常大一筆的一個資金 這個叫做大基金三的計畫 我們來看到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 這個大基金籌資金額是 3400多億人民幣 換算台幣已經是1.5兆元左右 是大陸這個投資半導體 最高金額的一次紀錄了 股東的部分 好 最大的是來看到 中國大陸的財政部 其他投資的銀行 我們畫面上看到 總共是有6家的國有銀行 地方政府的部分有三個 包括落在北京還有上海跟深圳 好 這當中選擇三個主要原因是 深圳擅長的是晶片製造 上海是製造和設備中心 北京則是負責在晶片設計上比較厲害 我們來看到專家也認為這項基金主要拼的 就是在AI的高階晶片發展 除了AI的高階晶片 我們今天也要關注的是 這個第三期大基金現在推出 有沒有辦法加速 今年他是說要推三奈米 上次哥怎麼看 我想我們首先要了解中國大陸這個國家大基金 國家大基金最早是2014年成立 那在成立之初的時候 最早的方式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這第三期 基本上就是國家銀行包括國家地方政府去推動的 在2014年的第一期大基金出來的時候 它比較是民間 國資企業當中來發動 比如說這裡包括中國煙草 中國移動 這大家比較熟悉的 而且當時籌募的規模大概就1300多億 實際籌到1200億 當時設定的目標很具體 就是說2014年的時候 他說要來這個大基金成立 他目標鎖定呢 就是希望能夠推進到14 16奈米 當局社的理想也是非常前衛的 所以於是在這個做的過程裡頭 那麼第二期的基金也繼續的加碼 加上去 但實際上到2020年經過了6年之後 能夠達到的在當時 我想2020年的時候 當時中芯國際 大概有沒有達到大概是28奈米 這個14 16奈米 儒動還在遠方巨搖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裡頭 發生太多的弊案 從2020年開始 2021年開始 開始從中央到查 夯朗的華星 紫光 特別是紫光 台灣很熟悉 他們一度想要來收購台積電的 等等的這些說大話的 當時主導的這些所謂的半導體的公司 後來發現 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都是裡面都是 只是一直拿錢 瞎搞 而且很多貪腐 哪知道最後 連這個大基金 自己本身的總經理也被抓了 就是說這完全大基金 在前兩期整體來說 變成一個貪腐結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期大基金 有沒有什麼期待的 首先 因為第一期第二期的時候 當時的做法 中國大陸是官方比較謹慎 也就是說讓國資企 國企業啊 包括所謂的國家企業當中 去推動 然後推動完之後呢 國家可能再給予他們補助 都隔空一手 但現在這個東西隔空一手 沒什麼意義了 美國打壓你就打壓你 所以現在第三期基金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國家整體發動 用國家的五大銀行 來發動這樣子的基金 然後配合比較有錢的 像深圳 在內的這些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來投入 就完全不遮掩了 其實在這次設定的目標上 當中來講 以他們在宣傳上來講 跟大基金第一期 對第二期比較起來 我覺得就比較謹慎 沒有那些更自追自累的 這些東西 OK 然後在投資的時事上 目前為止看起來 投資的對象也很集中 我認為現在看起來中芯 因為它總體的發展的技術 梁夢松等等都在裡面 所以它更投資在中芯的比例 是相對來說比較高的 而且在這次管理上 我想經歷了上次的那一次 從底到外 從上到下都在貪腐 像華星完全就是空格子 裡面買了那些光刻機 根本連組裝都不組裝 在當時最嚴重 因此我覺得中國大陸學乖了 過去來講 在很多的規劃上來講 他們覺得還是政府做一個推動 但是現在很清楚 不一樣的就是政府主導 而且政府主導 推進技術到什麼地步 也不見得要對外說三道四 秀自己的muscle 完全按照自己的國家戰略在進行 也就之前的話 比較像是整個產業當中在推進 但是第三期的基金很明顯 總體的裡裡外外 包括整體的管控 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 資金的配置的速度 撥款的部分速度的謹慎度 考核各方面來講 國家戰略是第三基金當中 毫無疑問的這種絕對的意志 也就是透過這個第一二期 學到了一些過去的亂象 然後學到經驗之後 在第三期之後就更加強 由政府來主導整個基金 現在看起來也變得更為具體 我們看到現在促使 華為這個晶片自主 深圳市政府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說 它這幾年來 一直也都在支出的是 廣東省的幾家晶片製造廠 這麼多的作為 建立了當地多有效的一個產業鏈 當然我們也要來關注說 是否也有剛剛提到的 其他的相對的亂象 永明老師 其實全世界大概半導體的市場 百分之六十在中國大陸 因為它是製造業強嘛 那有百分之六十的就是說 芯片的消費都在深圳 所以你問說深圳 過去他們是說深圳 上海北京三大半導體中心 深圳比較集中在半導體製造 然後芯片製造 那上海大概是設備 北京大概是設計 不過看起來深圳其實是很全面性的 是很全面性的 我看的資料它是顯現說 其實整個拼圖裡面 到2022深圳這個IC的營收 高達到一千六百零八億 這是人民幣 IC設計佔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事實上製造的部分 像是這個華為 比亞迪 比亞迪有半導體廠 還有這個好多的一些其他的廠 在深圳都有類似的這樣子的公司 所以它現在一方面是當然 整個這個大基金第三期 是要針對技術的提升 關鍵技術的提升 還有呢 所有比較平衡式的 從上游到下游設計設備 然後呢這個製造 封裝測試各個這個層面 它都要整體的提升 因為它要製造 開啟第一期跟第二期的 整個目的不一樣 它要建構起自己本身的 主導性的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 因為整個所有其他的製造 你說像是電動車也好或任何 這也都起來 而且佔有全世界的這個主導性 它所需要的這些芯片 那事實上是需要 由大陸自己本身提供的 過去在所謂的國際分工的情況之下 跟用美國的這個芯片 用這個台積電的製造 然後或者是說呢 為了成本的因素 那群聚的因素 他們轉而到大陸去設廠 比如台積電到南京 那這個三星到西安 然後呢LG到無錫 那個Intel是到處都有 現在呢它開始要去幫助 這些中國大陸自己的廠 華為廠或比亞迪廠很多廠 開始在走自己的路 那這點當然現在碰到卡伯子 技術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用堆積的這個 梁蒙松的這種方式 比如14奈米堆這個 重複曝光到這個7奈米 可是能不能再進一步 到5奈米甚至更淺 那就是技術上的大考驗 所以它需要更進一步的 這個技術上突破 這需要錢 3440億人民幣和美金 是475億美元 可是你知道 光是過去這三年 美國加上歐洲 我們日本韓國都不算了 投資的半導體是多少錢 810億美元 美國那個半導體大基金 半導體這個就是補助法案 是多少520億美元 我們台積電拿了66億 再加上50億的貸款 所以美國自己 在這個上面也投注 所以現在大家講 國家的力量來去補助 引導整個科技跟半導體 AI的發展 這想當然耳 因為要這麼大筆的錢 而且中間能夠有幾家 真的有突破性的發展 有成效 其實也大概經過一番淘汰 一定會出現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就是 這個不只是中美之間 全世界皆難 但特別是中美之間 所以這個第三期的 475億美元的大基金 它就是要讓中國建構起 自己半導體 AI的自主性的供應鏈 那也配合它的這個生產 那將來更多的就是說 它自己的產業 使用自己本身的這些芯片 那就會產生排擠效應 因為你國際上所做的這些芯片 我們剛剛講 這個OpenAI 要花7兆美元 去搞AI半導體的話 那你市場就是這麼大 如果製造 還是以中國大陸為主的話 那它都用自己的芯片了 你國際上做出來的芯片 就真的產能過剩了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將來很大的考驗 可是這已經變成一個 國家的這個大戰略 各國接來 好 國家的戰略計畫 從設計製造 一直到封裝 整體要透過大基金來 做到自產自主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這一間公司 中芯國際 我們知道它現在 在今年第一季的營收 是佔全球純晶片廠的第二名 緊追在台積電 等於是坐二望一 接下來如何看 中芯的機會跟挑戰 漢婷 當它成為第二名的時候 確實展現了 它在全球半導體的地位 逐漸上升 那麼如果我們 從它的營收地區來看 其實最主要 該公司來自於大陸 美國和歐洲的業務佔比 分別是8成15%跟3.5% 也就是說 中芯國際超過五分之四的收入 都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內部市場 所以中國大陸本來就是芯片的 最主要消費國之一 而且它消耗了將近全球 過半以上的半導體 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組裝設備的市場 所以面對接下來的這些情況 中芯國際有幾個機會跟挑戰 第一個當然是市場的需求增加 因為全球本來就隨著數位化跟智能化的需求激增 所以不論是在雲計算 物聯網 人工智能等等的領域當中 對半導體的需求品都會大增 所以中芯國際在前兩年其實也已經有逐步的擴廠 已經有逐漸落實好的基礎 並且準備要因應未來的需求給予滿足 第二個就是它的政策力度 中芯國際自然然會受到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以及輔導加大力度的支持高科技的產業 所以中芯國際有望可以從政策當中 可以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援 包含前面我們這邊說到的基金方面都是 可是最明顯的挑戰 第一個當然是技術上的創新挑戰 儘管中芯國際目前相較於落後的 當然是已經遙遙領先了 但是真正要跟台積電相比來說 還是落後一小段 那當然未來尤其在先進製程當中 如何能夠短時間的快速克服是尤為困難的 因為畢竟對大陸的半導體 或是對於其他先進地方的半導體來說 大陸基本上像是被人砍斷了一條腿 然後再跟美國在跑比賽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供應鏈的挑戰 就是我們說的 那誰砍斷了大陸的一條腿 那當然是以美國為首 尤其有非常多的出口限制 那甚至有非常多的貿易保護的主義興起 這些也都會使得中芯的發展進一步受挫 所以會逐步的再度邁向了自主研發 以及自主創新 那麼如果我們細舊看到這一次的財報當中 財務情況 當然它的穩定營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裡面有看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其實它的毛利是降低的 就是如果我們用它的營收除以出貨量的話 就可以看到本季度的單片收入 大概是一片975美元 那麼這個數字在上季度大概是1000美元 也就是說雖然需求量是增加了 賣的量是多了 可是純壽益是在下降 而第二個就是它還面臨一個問題 增收不增利 什麼意思 因為我看到裡面 貪銷太多了 所以貪銷也是稀釋它利潤的一大原因 因為作為它的重資產的經營 包含它的設備廠房等等的晶圓廠 它的貪銷費用在上個季度 中芯國際的折就及貪銷費用是人民幣43億 但是到了這個季度 它的貪銷折就費用 就來到了62億元左右 增幅很大 當然跟它前幾年的不斷的擴廠投資都有關聯 所以呢 中芯國際的未來當然取決於它 如何去面對這些機遇跟挑戰 那我們就靜觀其變 好 謝謝漢婷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溫點 近代環球發展線